嗨,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好久不见 我今天是准备录一个关于我在意大利的旅游的一些分享 攻略的分享,以及我在意大利的购物的分享 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比较推荐的意大利的餐厅 具体的就是图文的文字攻略呢 我都已经写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 大家可以就是在这地方扫描一下二维码 然后在我的微信号里面回复 意大利就可以看到就是我所有的四篇文章的就是分享攻略 我们字画幅度刷线就开始吧 我要说一下这次我去意大利是玩了大概有九天的时间 因为我的飞机晚点 我是四月二十三号本来是下午就应该到达意大利 但是因为我飞机晚点 所以我就等于是四月二十三号晚上九点钟才到 就浪费了半天的时间 我们在罗马是本来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在三天 然后在佛罗伦萨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在三天 然后二十九三十是在威尼斯 然后五月一号的时候就返程回到柏林 我这一次是跟我的闺蜜一起去的 我的闺蜜是我十年的闺蜜 我们这次正好是认识了有十年的时间 然后一起去玩 我的闺蜜是在英国 所以她是从英国飞意大利 然后我是从柏林 就是德国飞意大利 我们在意大利相遇 那前期我们两个都是买的这个鸡 就是连程机票 关于连程机票的话 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写过一篇 就是怎么样在天寻上购买比较廉价的机票 包括从国内就是飞往欧洲的廉价的机票 我也都写过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底下回复机票两个字 就可以看到这篇文章了 写得很详细 我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连价航空有个不好 就是它没有免费的托运行李 就是你要托运行李的话 你要再提前一天在网上check in的时候 然后就要买行李 大概10公斤10欧的样子 其实也不是很贵 但是我就是因为考虑到在意大利 我们整个的行程 然后包括意大利的路都不是很好走的情况下 我就不会想带太多的东西 所以我就没有买行李 我就是只带了一个手提的一个20寸的小箱子 然后再背了一个包 那这是关于机票 第二个是关于签证 我是没有签证问题的 因为我是申根的签证 长期的 那我朋友是有签证问题的 虽然他在英国 他也要申请申根的签证 虽然英国是欧盟 但是他不是申根国嘛 所以他也要申请申根的签证 在英国申请很方便的 因为他在英国有工作 所以申请起来很方便 那如果你在国内申请签证的话 就是国内申请这个欧洲的或者是申根的旅游签的话 可能问题就稍微的复杂一点 那可以去在淘宝上找一些相关的就是签证的代理 先这样的机票讲完了 第三个就是讲意大利 意大利其实在我印象当中 我自己觉得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居住的地方 就是我相对来说 我更喜欢德国或者是北欧一些国家 就是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适合居住 但是意大利呢 我觉得有点脏乱的那种感觉 他们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意大利的餐我觉得超好吃的 就尤其是他们所有关于海鲜的 不管是海鲜的意大利面还是海鲜的饭 都超级好吃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就说住宿 我这次所有的住宿都是在LBNB上找的 就是一个类似于民宿的网站 大家可以去看 网上有非常非常多 就是等于是我自己出租我自己的房子 然后放到网上 然后你来住 然后你给我评价之类的 就这样的一个网站 我觉得很 我早就听说这个网站 而且我也住过就是好几个LBNB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尤其是这一次我在佛伦萨找的这LBNB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是我住过的LBNB当中 就是我觉得生活气息非常浓的一个小房子 然后它养了一只猫 这是让我最觉得让整个房间都富有生命力的一种象征 它的整个房间的布置也是非常有艺术氛围的 因为它自己画画 所以它会把自己一些画放在家里面 然后包括买的一些小物件 一些很可爱的一些东西 它会摆在家里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关于美食 我自己最推荐的就是在威尼斯吃的两家 就一家是我们第一天中午吃的 他们家有一个很特别的菜 就是一个烧饼一样的东西 罩着海鲜意面 大叔是服务医生会把这个烧饼割成十字 然后你就看到里面的这个意面就会觉得 那你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海鲜意面 真的就是有那种甜的咸的酸的甜的 就是它会把味道融合得非常非常好 让你觉得这个海鲜吃上去 一方面会有一点点酸的那个番茄酱的味道 但是同时呢又不会太酸 也不会太油腻 但是又有海鲜海鲜那种清新的口感 哎呀 见过意起来都觉得很好吃 然后再就是在威尼斯吃的另外一家 就是他们那边需要预定的 就是我们提前一天去预定的那家餐厅 那家餐厅非常非常非常的火爆 基本上就是如果你不预定的话 你可能本位的要等到晚上十一二点 都不一定有位子非常多的人 那我们点的前菜呢 是他们那边最特别的一个前菜 就是你直接问服务生就好啊 就是说我们这里最特别的前菜是什么 他就会给你推荐 包括我first course 你也可以跟他说我要最特别的 就是你们这里最special的 你千万不要说你们这里最就是最最畅销的是什么 他会跟你说因为所有意大利人对于自己的食物都非常非常的有 就是有 那么性感 他就会说那我们这里所有的食物都很畅销 我们这里所有的食物都最好吃 你不要这么问他你要问他说你们这个店里面最special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最特别的东西是什么 他就会跟你讲说这个东西是我们店专有的这个东西是我们店专有的你就跟他说他就帮你推荐 虽然在点餐的时候有些餐厅他只有意大利文 但是服务生的英文都还算不错 所以你还是可以了解到说到底吃个什么东西 然后再说一说我们是怎么找到这些餐厅的吧 这些餐厅都不是就是国内的 比如说穷牛啊 锦囊或者马蜂窝锦囊上面推荐都没有 就是我们去了一些穷牛和马蜂窝推荐的一些餐馆 但是我觉得都一般就是都不是特别好吃 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评价那么高 但是我们是用Google Map 就是如果你是在国外的话你就很了解Google Map的一些功能嘛 但是从国内到到国外来旅游的话 我建议大家一定一定要下个Google Map 因为你拿着地图的话就有时候没有那么好用嘛 Google Map有很多功能 然后你直接在就是在搜索内栏搜索restaurant 就是搜索英文或意大利文都可以 然后你就直接会出来很多很多 就是你在附近的一些很好吃的餐厅 然后它都会有评价就打几星 然后底下有review就是别人给这个餐厅写的评价都在底下 你可以看包括餐厅的网址 还包括餐厅的这个电话 就可以直接打电话预定位置或者去看网址 看一下他们的网页 里面有些什么菜有些什么图片 然后包括菜的价格 还有menu的那一个套餐的价格是什么 他都会在网址里面会有写 然后你可以结合的评价 我觉得我通过这种方式去选择的所有的餐厅 就是只要是在Google Map上面有review 然后再还有这个平价的一些餐厅 打分高的餐厅我都觉得很好吃 就是都超过我的预期的好吃 我们接下来说的是购物 购物的话我这次没有买东西 可以说我没有买东西就随备买那些 因为我本身我没有拖运行李嘛 那我只有一个手提型 我不能够买大件的东西 我不能够买水 我也不能够买很重的东西 因为就是这些东西都不行 就买这些小一点的东西 就是小一点图片的图片 主要是想讲一些在意大利买的图片 就是彩妆 因为意大利是有斯福兰的 然后意大利还是一个本土的 另外一个美妆品牌 就是美妆的像斯福兰一样的店 那如果你是意大利人的话 就是你在意大利住的话 那你是可以凭借你在意大利当地的ID 就是身份证去办一个这个斯福兰的卡 或者办一个当地美妆店的这个卡 那这个卡是不要钱的 那你凭借这个卡呢 每一次在斯福兰买东西都可以打拉折 是不是很爽 但是呢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是在罗马 我就没有 就是我没有斯福兰的卡 因为我没有当地的这个ID嘛 就它只有意大利的斯福兰的卡 才能够打拉折 你从美国带的斯福兰的卡 是不可能在意大利用的 所以我当时觉得 哎呀如果能够遇到一个意大利人 或者是用它的打拉折 那我后来就到斯福兰大的时候 最好遇到了那个房主 他是中国人嘛 然后他一个朋友在做代购 我就顺手问了一下 我说哎你有没有斯福兰的卡 他说他有 我当时都没有拿到他的斯福兰的卡 他只告诉我一个名字 然后第二天我就是 我跑斯福兰的电子里面去 我就只报了这个名字 就直接给我打了八折 那我觉得哇这也太爽了 就是所以我这个经历就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如果你在意大利有认识的朋友 或者是你随便在路上可能找一个意大利人 他如果有斯福兰的卡的话 那就可以打八折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划算 呃大家下次去买的时候 一定要是在意大利买这种 呼呼彩妆品的时候 一定要长个新铁吧 就是找别人用一下斯福兰的卡 直接可以打八折 我们首先讲呼呼和彩妆那些东西吧 首先是一个这个 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我也不认识 它是波罗伦萨一个小店的牌子 它们是专门做一个 就是类似于意大利本土的一个 这个 意大利本土的一个洗补品牌 就类似于像 就是Lush啊 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感觉的品牌一样 然后我 因为它们家多半都是身体 沐浴露 呃比较大 我就不能够带来 我就只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呃 形状 它有个这样的小袋 我觉得这个小袋还挺好看的 这样打开 然后呢 它是绿色的 这镜头里面看的绿的不好看的 实际上我看的这个绿还挺好看的 就是那种 水绿色啊 好香啊 就是 它是绿茶味的 这个 所有这一套 洗肤系列的绿茶味的 有一个body cream 就是身体 还有一个 shall gel 就是沐浴露 还有一个身体的香氛 然后还有一个小肥皂 是这个 这个大概是10欧 还是十几欧之类的 然后再是这个 这个是我在罗马随便买的两个护手霜和唇膏 就是几个护手霜 这个牌子我不认识 我会把名字打在底下 叫B Botica 不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读 就是BV 它就是 两个单词的手写是BV 我就喊个叫BV好了 就是这个牌子 它们家的这个护手霜 我用了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就是那种 不是很油腻 很清爽 弄不手霜 但是它们家的这个唇膏 我买两只 我觉得1点 我跟你讲 这三个加在一起 可能才5块钱还是6块钱 就是欧元 没有欧元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 我在斯芙兰买的东西 我在斯芙兰呢 这次买的东西主要是 我在德国买不到的 就是我在德国没有实体店的 我这个人非常喜欢逛实体店 我不是很喜欢在网络买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买任何东西 我都是要摸到这个 它实际的这种感觉和质力 我一定要去试 所以很多东西 我 比如说一些德国没有的品牌 我不会在德国 我不会在网络 在这边买的 所以这次呢 我买的全是NARS 因为NARS在德国 是没有专卖店的 就是这个粉饼 就是说这个很火的 就是定装蜜粉嘛 这个白颜色 非常非常的火 然后我没有想到它这么大 它特别大 你看 好大就是比我手还稍微小一点 因为我手很大 所以我没有想到它这么大 接下来买一个腮红 就是NARS 不是他们家最著名的 就是那个高潮的腮红嘛 然后这个是高潮的进阶版 叫超级高潮 叫超级高潮 就这个颜色 我试一下 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它的闪有点太闪了 不过适合夏天 或者是适合一些比较特别的装务嘛 他们家著名的一个遮瑕膏 遮瑕膏很火的 但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买 因为我不知道颜色 因为我觉得颜色遮瑕膏很重要 就遮瑕膏的颜色很重要 我一直都不知道什么颜色 但是我这次买的是medium one的 就是二白吧这个颜色 我觉得还行 就是比较适合我 就是眼线笔 他们家眼线笔我没有用过 也没有听太多人有介绍 就是这样的一支 但是我试了一下 我觉得它的质地 很软末的同时又有扎实感 我觉得这样子不容易断吧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挺好 我今天的话以前就用这个 我觉得还行 还不错 这是一个毛孔的遮瑕 就是这个也超火嘛 但是我买回来 我才发现原来这么小 真的超小 而且要三十欧将近 就是有点贵 我觉得 太白了Beauty Blender 第一支Beauty Blender 我把它丢了嘛 就是因为用完了 没用烂了 我用了一两年了 所以我就把那个给丢了 我觉得那个Beauty Blender 我觉得这Beauty Blender 一直都很好用 所以我就又买了一些 然后最后是一支这种 True Face他们家的 这个睫毛膏 其实我本来是想买 True Face他们家的粉底的 但是呢 我在佛罗伦萨的那个 Suflame没有看到 就是True Face的专柜 它只有一些小样放在那里 我觉得就很可惜 所以我就随便拿了一个 就是True Face他们家睫毛膏 这个也算是一个中样吧 但是是可以卖的 所以我觉得还挺可惜的 下一次去大鱼 下一次去大鱼的话 一定会买这个True Face他们家的东西 好 然后呢 当时 因为我所有买这些东西 共花了170欧 然后呢 它打完折 大概打到140欧 那当时它在做一个活动 说买70欧就送一个包 所以呢 就送了我这样的一个购带 送了我这样的一个购带 就这样有购带 所以我以后买菜用吧 可能 再就说 再就说跟护肤的采妇 无关的一些小东西吧 首先说这个眼镜 这个是麦克康斯的眼镜 其实我本来不准备买眼镜 因为我这个人是属于对海妆 我就是对护肤是一个比较讲究的人 然后彩妆是一个海叶 海讲究的人 就没有那么讲究的人 但是我对其他东西 就是完全不讲究什么 穿啊 包啊 或者是 还有衣服啊 还有首饰啊 这些我都完全不讲究了 但是这次我跟我去了 我的闺蜜呢 她就 总没有我一定要换一副眼镜 因为我那副眼镜可能是 四五年前还是五六年前 在国内买的 可能才一百多块钱吧 我觉得也没什么啊 我觉得我就一直戴着 我觉得挺好 然后她就觉得很丑 她就非得让我就是 她就怂恿我 又去买了一副新的 所以我就 在佛罗伦大的时候 因为她有很多那种小片 我就买一副 麦克康斯的这个眼镜 因为我是一个鼻梁很低 然后呢 鼻子很小的一个人 我是典型那种东方人的 就是五官 鼻子不是很挺的那种 所以我就只能买这种 你看这种很平的 很平的很平的这种墨镜 就没有什么弧度的 如果你的鼻梁很高的话 你就可以像欧洲人一样的 买这种这样弧度的墨镜 但是我只能买这种平的墨镜 然后这种平的墨镜 戴起来就是这样 其实戴起来还蛮舒服的 就是这个墨镜 就正好夹着鼻梁上 我觉得戴墨镜 主要是觉得自己要戴舒服 然后颜色比较好 配衣服就可以了 我没有太多讲究 这个墨镜是150欧 然后如果你从国内来 有退税的话 大概就是130多欧 可以拿下吧 就也不算很贵的墨镜 然后最后呢 我需要说一下就是我在这个威尼斯 发现一家我很喜欢很喜欢的小店 我觉得那家小店的老板 简直太有太有情绪了 就是他把整个小店都制作的 我觉得很有情调 连他什么都卖的 围巾啊 然后香氛啊 包啊 衣服啊 然后一些小饰品啊 他都买了 好 我这次就买了 这是这个小的毛衣链 就是这种 他就是一个女人 然后有一个大胸 看到没有 一个大波 然后穿着一个蓝颜色的小裙子 红颜色的嘴巴 看得出来吧 就是意大利纯手工的玻璃做的 很可爱我觉得 然后他还 我觉得蓝颜色跟他好看 跟他有高级感吧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这不便宜了 这个大概是30欧 35欧左右 所以将近300块钱人民币了 所以这个不是很便宜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它是意大利纯手工做的 这个小的这个玻璃 那今天的 意大利的整个旅游分享 还有购物的分享 其实美食的分享 就先讲到这里 我说了一大堆废话 我希望大家也要建议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